看看新闻榜 小孩子留在奶奶家 跟她叔叔一起生活 然后小孩子就越来越安静 也不爱接我们的电话 到医生诊断的时候 也是说有一些自闭的倾向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立刻辞去了上海的工作 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 来拯救我们的女儿 辞掉工作的张妈妈 每天都在家陪着女儿 与其他妈妈不同 张妈妈每天最为关心的就是 张宁馨今天笑了吗 俗话说 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 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就在张妈妈每天陪伴 张宁馨治疗自闭症期间 钟爱画画的张宁馨 成了中国最年轻的漫画家 我叫张宁馨去年八岁了 我最喜欢画水映画 画石很开心 我丫头是中国年纪最小的 漫画专栏作者 她也是百度logo年纪最小的设计者 也正是因为妈妈的陪伴 与画画的快乐 使得张宁馨 渐渐走出了自闭的阴霾 爱儿和小孩在一起 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光 这是很多普通家庭很难体会的 也正是如此 在小人国的世界里 张宁馨更是无时无刻都黏着妈妈 你将会和谁来合作挑战我们 妈妈 哦 干什么啊 干什么啊 你看把爸爸心都伤透了 你看你平时哄他 听说你还唱歌啊 你唱一首我们听听看 来 开始 这个全家人一起携手走出困境的家庭 在小人锅里会取得好成绩吗 请关注本周日晚上八点半播出的 天哪 我们变小了 亲爱的再见 综合报道